2021-2022赛季的斯诺克职业联赛继续进行 北京时间2022年2月21日 斯诺克欧洲大师赛全面打响 中国斯诺克在本次比赛 丁俊辉没有参加这项赛事的比拼 不过以严炳涛为首的中国军团 还是有希望冲击这项赛事的冠军 在这次欧洲大师赛的比赛中 很遗憾赵星彤没有获得参赛的机会 在欧洲大师赛的资格赛的对决当中 赵星彤遭遇一轮游 在欧洲大师赛的资格赛 4比5找到了阿伦希尔的绝杀 也是略显遗憾 不过经过本赛季多次一轮游之后 赵星彤还是两关在手 具备很强的说服力 在欧洲大师赛的赛场表现最突出的球员 并不是丁俊辉、赵星彤和严炳涛三名球员 中国军团此前在2020年的欧洲大史赛 曾经获得过亚军的成绩 当年周月龙在两年前成功 打进决赛可惜 在决赛遭遇尼尔·罗伯逊 被对手打了个0比9 周月龙遭遇了十分惨痛的一次决赛经历 这也是周月龙在职业生涯的最惨的一次失败 如今再次出发 周月龙也是十分渴望在欧洲大师赛 重新找回自信 0比9的经历已经成为过往 如今周月龙也十分期待 再次站在决赛的舞台 继续向职业生涯的手冠发起挑战 在本次欧洲大师赛的比赛当中 赵新彤和丁俊辉都无缘正赛的情况下 严炳涛一个人孤军奋战 还是有些势单力薄 而周月龙重新回到府地 参加这项赛事的对决也是十分期待 为中国斯诺克创造历史 成为欧洲大师赛场第一个中国冠军 在本赛季的斯诺克职业联赛当中 赵新彤已经为中国斯托克获得了两个冠军 而严炳涛同样是有过一次亚军的经历 本赛季的斯诺克职业联赛的决赛 还上演了第四次中国得比 而周月龙和严炳涛继续组成双保险 为中国斯诺克也是有机会力保一个决赛席位 尽管困难重重 可是在如今斯诺克职业联赛大混战的场面 临场发挥也是固然重要 中国军团的人数优势还是相当明显 集团优势集体发挥之下 中国军团也有望冲击粉刺欧洲大师赛的首冠 力拼赛季第三冠 此外萧国栋梁文博曹宇鹏等球员 此前也是具备决赛的比赛经历 然而时隔多年 这三名队员也始终没有再次站在决赛的舞台 这三名球员也是同样具备冲击冠军的能力 不过此前获得欧洲大师赛亚军的周月龙更有说服力 这四名队员是在决定的周团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打来的加架 此外应该我们下来的